歡迎各位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在28號的旁晚 將會有世界盃分組賽支組的賽事 由哈馬龍對陣塞爾維亞 這場賽事兩隊在首場賽事都落敗 所以如果想爭取這組的出線席位 雙方這場賽事必須擊敗對手 哈馬龍在今屆世界盃 被安排同巴西、瑞士及塞爾維亞同組 而看回他們的賽程 哈馬龍如果想出線的話 在首兩場賽事對陣瑞士及塞爾維亞 必須取得足夠的分數 因為他們最後一輪將會對陣大熱門巴西 不過在首場對陣瑞士的賽事 希望全取三分的哈馬龍 最終是以0比1不敵對手 令到他們出線的形勢變得相當被動 不過客觀地看回這場球 哈馬龍並非輸在實力的差距 只是幸運之神沒有站在他們的一邊 從比賽的過程中來看 哈馬龍在全場比賽都沒有處於下風 甚至在上半場 瑞士連一個中框的射門都沒有 如果不是瑞士門將恩蘇瑪演出神勇 哈馬龍是大有機會取得入球的 在輸了這場球之後 哈馬龍已經遭遇他們在世界盃 血賽周的8連敗 距離墨西哥在世界盃9連敗的紀錄 只是差一場 善不論今屆小組賽的出線形勢 單單要避免這個尷尬紀錄 哈馬龍在今場對著塞爾維亞 必須全力以赴 哈馬龍的風扇領軍人物 祖保莫亭 在世界盃開賽前 在拜仁的火力全開 但他並沒有把這個火熱狀態帶來國家隊 在對陣瑞士的一翼 表現不算理想 所以哈馬龍如果想在今場 在塞爾維亞身上搶分的話 需要寄望祖保莫亭 找射門鞋的同事 其他隊友也要及時挺身而出 至於今場的 另一支球隊塞爾維亞 近年的足球水平 慢慢回升到以前藍斯拉夫的水準 他們在世界盃歐洲區外為賽 在八場賽事裡面 取得六勝二禍不敗的佳職 最終是力壓葡萄牙 取得小組首名出線席位 在這八場賽事裡面 塞爾維亞合共攻入十八個入球 而其中多達八個入球 是來自富咸的主力射手米道維 他的神勇發揮 甚至搶奪了效力祖雲達斯的前鋒華賀域 在國家隊封線一哥的位置 在外圍賽最後一場對陣葡萄牙的賽事 塞爾維亞就是憑著米道維在九十分鐘的入球 最終以二比一 是將葡萄牙踢去輔家賽 高空攻勢是塞爾維亞進攻的一大殺獎 因為米道維身高達到一米八九 透脆能力強大 至於另一前鋒華賀域 身高更達到一米九零 而且腳下功夫一點都不差 在世界盃分組賽首場對陣巴西賽事 塞爾維亞輸球實在非戰之罪 因為他們已經好好的鉗制尼馬的發揮 如果不是另一巴西前鋒 李察列腎演出神勇 塞爾維亞絕對有能力在巴西身上搶到分 在餘下下來的兩場賽事 塞爾維亞只要維持正常發揮 球隊在小組出線的可能性仍然不低 畢竟輪到班底和實力 他們都在喀麥龍和瑞士之上 而且看回他們在上將對巴西之前 曾經保持著最近五場各項賽事 四勝一和的佳職 對比起他們今場的對手塞爾維亞 塞爾維亞在攻防兩端的發揮也好些 只要他們今場發揮穩打穩紮 憑著一班球員和主帥使得高域的經驗 他們在今場的贏面絕對是高於對手的 我是阿斌 多謝各位收聽 好球不等人 立即下載M直播 收看精彩足球籃球賽事